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点极间的距离 第二呢 我们要给出一个重要的例子 康托基 我们首先讲第一个问题 点极间的距离 我们给出点极间距离的概念 大家看定义2.4.1 说AB就是RN中非空的点极 则定义A与B之间的距离为DAB 用这个符号表示A与B之间的距离 它呢 等于这样一个数级的下学界 那就是对A中的所有点X以及B中的所有点Y XY与X与Y之间距离所构成的这个数级的下学界 好 往下看 那么当A为单点极的时候 单点极的时候 那么就是X 就是X与B之间的 这个点X与集合B之间的距离 就是呢 点X与B之间的距离 可以由下面这个式来表示 就是X与B之间的距离 等于就是这个单点极X 从集合B之间的距离 等于X 从B中所有点Y距离所构成这个数级的下学界 好 那么对任意两个非空集合 A和B 那么这两个集合之间的距离呢 一定是大于等于零的 换句话说 距离不能是负的 如果A和B交不空 换句话说呢 如果A和B要是相交的话 那么这两个集合的距离一定等于零 反之不一定 比如 我们取A呢 是一二这个开期间 B是二三这个开期间 这是A与B交是空集 但是呢 A与B 这两个集合的距离呢 是等于零的 好 接着往下看 这个定理呢 是我们这一节的一个重要定理 定理 定理 2.4.1 设AB为两个非空B级 且其中至少有一个有界 则 必有A中一个点P0 与B中一个点Q0 使得P0与Q0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恰好等于A与B这两个集合之间的距离 那么这个定理 那么这个定理告诉我们呢 两个集合之间的距离 什么时候能够达到 一般来说 两个集合之间的距离是肯定存在的了 但是呢 未必能够在这两个集合里面啊 分别的找到一个点 就是能找到两个点 使得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恰好是这两个集合之间的距离 比如我们刚才看到的 那样两个两个集合 12这个开区间和23这个开区间 他们的距离等于零 但是呢 你找不到这两个集合中啊 两个点使得他们的距离等于零 那么这个定理告诉我们呢 如果两个非空B级 并且其中至少有一个是有界的 那么这个距离 这两个集合之间的距离就能够达到 也换句话说 能够在这两个集合中呢 各自的找到一个点 使得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恰好等于 这两个集合之间的距离 好 我们看这个定理的证明 因为呢 定理假设呀 这两个集合当中呢 至少有一个是有界的 我们不妨说A有界 也就是A呢 包含在这样一个有界集合里面 注意看 这个有界集合是什么呢 在R里面 它就是一个 B区间 它是R能力的B区间 具体的在R里面呢 就是一个以原点为心 以RM为边长的一个正方形 好 接着往下看 因为BAD呢 这个两个集合之间的距离啊 是这样一个数级的下确界 那么按照下确界的定义 那么对任意一个证数 N分之一 在这个数级中 也就在这个数级中 一定存在一个数 这个数就是说 就是呢 PN与QN 它们之间的距离 使得 AB 这个两个集合之间的距离 小于等于 PN QN的距离 小于 A与B之间的距离 加上 N分之一 那么这个PN和QN的选取呢 是和N分之一有关系的 好 接着往下看 这里面 PN都是属于A的 QN呢 是属于B的 这样的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序列 P1QE P2Q2 一般的 PNQN 因为A是有界 是有界集合 我们看这个点列 这个点列都是A中的点 那么A有界 这个点列自然是有界的 那么这个点列呢 或者是由有限多个元素 重复排列而称 或者是一个无穷的 有界集合 好 所以呢 总可以在那个序列里面 找出一个子序列 PN1 PN2 一般像是PNK 使得它收敛于 某一点P0 G PNK 与P0的距离 当K趋于无穷的时候 趋于零 那么这件事情呢 我们在 在第上一讲 在第五讲里面呢 有个推论2.1.1 那里面是说什么呢 任何一个有界无穷序列 一定有收敛子列 这个用那个推论 也能够得到这个结论 好 因为A是B级 所以这个 这个点列收敛的极限点 P0 一定是属于A的 好 接着往下看 我们再看呢 与PNK对应的 这个QN中的 这个子序列 就是QN1 QN2 一般像 QNK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说明 我们刚才得到的 那个QNK 那个点列 是有界点列 好 因为 QNK 与零点 这个零呢 就是RN中 N个坐标都是零的那个点 这个距离 由三点不等式 那么它小于等于 QNK 同PNK的距离 加上 PNK 同零点的距离 好 这一项 这一项 根据 PNK 和QNK 的取法 它应该小于 AD 这两个集合之间的距离 加上 NK 分之一 那么这一项呢 这一项 PNK 同零点的距离 不超过 根号N 乘上M 这是根据啊 我们定理一开头 假设A是有界集合 假设A是有界集合的时候呢 我们说A啊 是含在一个 B的矩形里面的 由那个啊 能够知道呢 这个PNK 同零的距离 不超过根号N 乘上M 好 那么 NK呢 是一个正整数 那么NK 分之一 总是不超过一的 因此 那么 整个的 这一项呢 小于等于 这一项 你注意 这个下面 这个啊 这个式子啊 它是一个常数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得到的 QNK中 在这个点列中的 每一项 从零点的距离 不超过这个常数 因此就证得了 QNK这个点列 是有界的 好 接着往下看 还是由于 第五讲中的定理 啊 推论 2.1.1 那么就可以 从那个QNK 那个序列里面 取出一个子序列 QNKI 这个QNKI呢 是刚刚取出那个点列 QNK的子列 使它收敛于某一点 Q0 即 QNKI 与Q0的距离 当I区无穷的时候 收敛于零 因为B啊 这个集合是一个B级 所以 B中这个点列 收敛那个极限点 Q0 属于B 好 接着往下看 你注意到 PNKI呢 是QNK的一个子序列 我们知道 这个PNK这个序列啊 它当K区无穷的时候 是收敛于P0的 一个收敛点列的 任何一个子序列 仍然是收敛的 而且收敛于同一个点 因此 当I区无穷的时候 这个PNK的子序列 PNKI 啊 就是这个PNKI 也收敛于P0 好 接着往下看 从而 A与B 这两个集合之间的距离 小于等于 P0 与Q0的 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这是由这个 距离的定义得到的 因为P0 属于A的 Q0属于B 而A和B之间的距离是什么呢 是A中的所有点 与B中所有点 距离所构成 那个数级的下缺界 因此 有这样一个小于等于号 好 接着往下看 由三点不等式 实际上我们 从这步往下 到下面这个 这步呢 两次用到三点不等式 我们看啊 这个 这个 这项是不变的 这项是不变的 因为PNKI 收敛于P0 因此这一项呢 当I区无雄的时候 是收敛于零的 再看这一项 因为QNKI 当I区无雄的时候 收敛于Q0 因此这一项 也收敛于零 那么 NKI分之一 当I区无雄的时候 它自然收敛于零 因此 整个的不等号 右边这一项 当I区无雄的时候呢 是收敛于 A与B之间的距离的 我们终观前面 这个整个这个式子 大家看 左边是 A与B之间的距离 中间有一项 P0与Q0之间的距离 这小一等一号 这块是小一等一号 这有小一号 右边是什么呢 还是A与B之间的距离 这个和这个相等 那么这三项 这项 这项和这项 就应该是相等的 所以 证得了 P0与Q0的距离 就等于 A与B 这两个集合之间的距离 这样呢 就完成了 我们这个定理的证明 这个定理是说呢 两个B级 如果其中 至少有一个是有界的 那么一定能够 在这两个B级中 各自的找到一个点 使得这两个点 之间的距离 恰好等于 这两个B级之间的距离 这个定理的 里面的条件呢 注意两点 第一 这两个集合都是B级 第二呢 这两个B级当中 至少有一个是有界的 同学们可以想一下 如果把有界 这个条件 就是说 我们不说 这两个B级当中 至少有一个是有界的吗 如果把这个条件去掉 定理的结论 是否还成立呢 同学们可以考虑一下 不成立的话 你自己试图一下 看看能不能够给出一个反例 好 往接着往下看 定理 2.4.2 设议 是一个非空点击 达是一个正数 那么这个集合计 计是什么呢 非空点击E的距离小于达的 这样的点X组成的集合 那么这个集合计呢 是一个开极 并且是包含E的 我们来证明这个定理 我们先来证明呢 G是包含E的 这个好证明 事实上 对E中的任意点X 那么X同E的距离 自然等于0 这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X同E的距离呢 是X同E中所有点距离的下学界 因为X在E里面 那么X和这个E里面 这个自身的X距离不等于0吗 那么它的下学界自然是0 好 它小于正数达的 那么X和E的距离小于达的 X呢 就属于G 那么从E里面 任意取出一点X 证明了这个点X属于G 从而G 包含E 好 接着往下看 再来证明呢 G是开极 按照开极的定义 你就需要证明 G中的任何一点 都是G的内点 好 那我们从G里面的任意取点X0 我们来证明 X0是G的内点 那么因为X0属于G 由G的定义 X0从E的距离 应该小一点它 那么X0从E的距离呢 按照点击间距离的定义 它等于X0 从E中所有Y距离所构成这个数级的下学界 所以 存在一点Y属于E 使得X0 从Y的距离 小于Δ 好了 我们取H呢 令H等于Δ 减去 X0从Y的距离 那你 我就上面这个不等式 Δ是大于X0 通Y的距离的 那么这个Δ 减去 X0通Y的距离 这个H呢 就应该大一点 好 接着往下看 下面我们来证明 以X0为新 以H的半径 这个领域 就完全含在G里面 事实上 从这个领域里面 也就是从这个领域里面呢 认取点X 我们来证明X属于G 那么这个包样关系就得到证明 怎么样证明X属于G呢 根据G的定义 我们只需证明X通G的距离 小于Δ 好 那么接着往下看 我们看一下X和E的距离 是不是小于Δ 因为Y呢 是属于E的 X通E的距离呢 是X通E中 所有点距离的下血界 那么因此 X通E的距离 应该小于等于 X通Y的距离 因为三点不等式 X通Y的距离 小于等于X通X0的距离 加上X0通Y的距离 好 那么小于H 加上X0通Y的距离 那么按照我们Δ的 按照这个H的取法 这个恰好等于Δ 这就说明呢 X通Y的距离 小于Δ 因此证得了X呢 是属于G的 好 接着往下看 这就是 故X0属于G 因此 以X0为心 以H为半径的这个领域 就完全含在G里面了 这就证得了X0是E的 内点 由X0的韧异性 就证得了G 是开G 好 下面呢 我们给出这节的 另外一个定理 这个定理呢 也是比较有用的 定理2.4.3 这个定理呢 通常把它叫做 隔离性定理 是F1 F2 是两个非空有界B级 F1与F2的交是空的 则 有开机G1G2 使得呢 G1包含F1 G2包含F2 并且呢 G1与G2的交是空的 这定理是说呢 两个非空有界B级 如果他们不相交的时候呢 一定存在两个开机 这两个开机呢 是不相交的 而 这两个开机中的每一个 分别包含这两个B级 就是说呢 两个非空有界B级 不相交的时候 能够找到两个 开机 不相交的开机 把这两个B级分开 好 我们给出这个定理的证明 既然 F1与F2的交是空的 由定理2.4.1 便有 F1与F2的距离 R大于零 这是什么道理呢 因为我们定理给的条件呢 F1和F2是两个非空有界B级 它满足定理2.4.1 就是距离可达定理那个条件 因此呢 那么F1与F2的距离 就应该等于 F1中的一个点 与F2中一个点 等于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因为F1与F2交是空的 所以F1中的任意一点 与F2中任意一点的距离呢 都是大于零的 所以呢 这个F1与F2的距离呢 R一定是大于零 好 下面呢 我们定义两个开机 第一 第一是什么呢 从F1的距离小于2分之R的 这样的点X组成的集合 第二呢 是从F2 距离小于2分之R的 这样的Y组成的集合 好 那么由我们刚刚证过的定理 2.4.2 G1和G2是开机 并且呢 G1包含F1 G2包含F2 那么为了证明 我们这个定理 只需证明 G1与G2交是空的 好 接着往下看 现在呢 我们就来证明 G1与G2的交是空极 用反正法 若不然 也就是 如果G1和G2的交不是空极 那么就可以从G1和G2的交中呢 取出一个元素Z 就取出一点Z 那么从G1和G2的定义 那么就应该存在 X1属于F1 以及Y1属于F2 使得呢 Z 与X1的距离 小于2分之R 同时呢 Z 与Y1的距离 也小于2分之R 好 接着往下看 这时候呢 X1与Y1的距离 是大于等于R的 这是根据呢 这个F1 F2 这两个集合距离啊 这净义知道的 好 那么根据三点不等式 它应该小于等于 X1通Z的距离 加上Z通Y1的距离 那么X1通Z1的距离 小于2分之R Z通Y1的距离 小于2分之R 等于R 好 R小于R 矛盾 这个定义里面的条件呢 这两个BGF1 F2 都是有界BG 实际上这个条件 是可以去掉的 我们请看啊 下面的例子 是F1 F1 F2 是两个非空BG 不要就有界了 F1与F2交是空级 则存在开极G1 G2 使得呢 G1包含F1 G2包含F2 并且 G1与G2的交 是空的 好 我们来证明这个例子 从F1中 认取两X 那么这个 X作为单点集合 自然是有界B级 那么由定理 2.4.1 可以知道 X 从F2的距离 我们用 2.4 表示的话 那么它应该 大于0的 好 我们另 G1呢 是F1中的 所有减X 那么 那么 以X4为心 以3分之 2.4 这个2.4 就是上面 这个定义的 给出定义中的 这个2.4 以X4为心 以3分之 2.4为半径 的这种 淋语全体的 B 这就是G1 好 我们再 类似的 我们来定义呢 G2 至于F2中的 任意一点Y 那么 还是由定理 2.4.1 Y从F1的距离 我们用 D2Y表示的话 它应该 大于0 那么 我们定义 G2 它是呢 这样一些 领域的 B 那么 对F2中的 任意一点Y 以Y为心 以3分之 D2Y D2Y的取法 就是上面 给出 G2 以Y为心 以3分之 D2Y为半径 的这种 淋语全体 这病 就是G2 因为淋语 都是开极 这都是开极 我们知道 任意做个 开极的病 还是开极 因此呢 我们上面定义的 G1与G2 都是开极 并且 由G1 G2的定义 容易看到 G1 包含F1 G2 包含F2 下面我们来证明 G1与G2的 交 是空极 我们还是用反正法 若不然 也就是呢 G1与G2的交 不是空极 那么我们从 G1与G2的 交极里面 取出一点 Z 那么则 Z属于G1 具体呢 Z也属于G2 由G1和G2的定义 可以知道 存在X0属于F1 以及Y0属于F2 使得Z属于 以X0为新 以3分之 德塔X0为半径的 这个离遇 并且 Z呢 是属于 以Y0为新 以3分之 德塔Y0为半径的 这个离遇 好 接着往下看 不防射 德塔X0 是德塔X0与德塔Y0 这两个正数里面 大的这个 这是 德塔X0 它等于呢 X0与F2之间的距离 那这是德塔X0的定义 那么 X0与F2的距离 小于等于X0与Y0的距离 然后又三点不等 是小于等于X0与Z的距离 加上Z与Y0的距离 好 X0与Z的距离 Z与Y0的距离呢 根据这个德塔X0的取法 那么能知道 它小于 三分之一德塔X0 这个小于三分之一德塔Y0 那么这个小于等于三分之二 德塔X0 我们把这个不等式的 左右两端观察一下 德塔X0 这块是一个 严格小于号 小于三分之二德塔X0 这是矛盾的 从而正得 G1与G2的距离是空击 上面我们讲了点击间的距离 德亚讲了两个定理 一个是定理2.4.1 距离可达定理 另一个呢 就是2.4.3 隔离性定理 下面呢 我们来讲这一节的第二个问题 康托集 康托集 是我们实际函数论这个课程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 我们先给出 康托集的构造 将B区间 01三等分 去掉中间的一个开区间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这个开区间 把它去掉 那么余下呢 两个B区间 0到三分之一 这个B区间 和三分之二到一 这个B区间 我们再讲呢 这两个B区间 分别的三等分 再去掉中间的两个开区间 九分之一 九分之二 这个B区间 和九分之七 九分之八 这个B区间 好 那么 再讲呢 余下的四个B区间 还剩下四个B区间 把这个四个B区间中的每一个 再三等分 再去掉中间的 那个小的开区间 这种过程呢 无限的做下去 那么 因为这个B区间中 余下的点 也就是剩下的点 组成的集合 就成为是 Ctrl集 我们用P0来表示 下面呢 我们给出一个示意图 用这个线段 表示01B区间 我们把01B区间 三等分 这是三分之一分点 这是呢 三个二分点 我们去掉中间的这个 长度是三分之一的 开区间 这样呢 剩下两个B区间 长度也都是三分之一 再把这两个B区间 每一个三等分 这是 九分之一分点 九分之二分点 以及呢 九分之七分点和九分之八分点 然后再去掉 中间的这个 开区间 那么你注意到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这个去掉这个 开区间的端点呢 是没有去掉的 那么去掉这两个 开区间的时候呢 这个开区间的端点 九分之一 九分之二 九分之七 九分之八 这四个点 是没有去掉的 好 这样剩下了 四个B区间 再把这四个B区间中的 每一个 再三等分 那么再去掉 中间的那个 开区间 好 这样剩下了呢 四个 八个B区间 八个B区间 再把剩下这个 八个B区间中的 每一个 再三等分 再去掉中间的 那个 开区间 好 这种过程呢 无限的进行下去 我们把余下的点 也就是 永远挖不去的那些点 组成的集合 称为 CountryG 好 接着往下看 因为每次去掉的 开区间的端点 都是没挖去的 都是属于 CountryGP0的 所以呢 这个P0 不是空机 去掉的所有开区间 所组成的集合 我们用G0表示 因为呢 去掉这些开区间 是可列个 也就是说 G0是什么呢 可列个开区间的病 因此 G0是开疾 我们通常把G0 称为CountryGP0 接着往下看 由CountryGP0的构造 可以直到下列事实成立 第一 从01B区间中 第N次去掉 2的N-1次方格 长度为3的N次方分之1的 这些开区间之后 余下的每个B区间的长度 仍然是3的N次方分之1 好 再看第二 无论去掉开区间的过程 进行多少次 P0就是CountryGP中的点 必属于 每一次去掉开区间后 留下来的 某一个B区间 好 再往下看 第三 从01B区间中 每次去掉开区间后 开区间的端点 都是属于P0的 由CountryGP的构造 得到的第三条性质 是我们后面呢 讨论CountryG性质的基础 好 接着往下看 定理 2.5.1 CountryGP0是完备级 我们来证明这个定理 首先呢 我们证明CountryG是B级 然后再来证明CountryG是自立的 它是B的 又是自立的 那么它就是完备的 我们先证明它是B级 由CountryG的定义 可以知道 去掉的所有开区间组成的集合 就是G0 也就是CountryG 显然是开级 因此呢 CountryGP0 就等于01B区间减去G0 就是这个差级 那就等于呢01B区间交上G0的补级 01B区间是B级 G0是开级 它的补级是B级 两个B级的交 还是B级 好 这就证明了CountryG是B级 接着往下看 我们再来证明呢 CountryG是自立的 也就是证明呢 CountryG中的每一个点都是句点 对任意的证数得他 由我们刚才呢 CountryG的构造 总结出来的那几条事实 第一条 可以知道 存在一个正整数N 使得呢 DN次去掉开区间后 余下的这个B区间的长度 三的N次方分之一 小于得他 因为得的取定以后 是个固定的正数 只要N次方分大 就可以使得 三的N次方分之一呢 小于得他 设X0属于P0 我们来证明 X0是P0的据点 那么由2 可以知道 X0 B属于DN次去掉开区间后 余下来的某一个B区间 我们设这个B区间 为AlphaB 这个B区间 那么于是呢 这个AlphaB 这个B区间 它就包含于 含于 这个 以X0为中心的 这个开区间 这个开区间呢 就是以X0为心 以特地为半径的 这个领域 好 接着往下看 那么由那个第三条 就是康瑞去构造 完了以后我们得出那些事实 不是吧 这三条事实中的第三条 可以知道AlphaB 一定是属于康作级P0的 所以呢 即使Alpha X0 以AlphaB 之一 重合 那还有另外一个 不重合吧 所以这个领域当中呢 也B含有P0中一个 不同于X0的一个点 这就证得了X0 是P0的据点 所以P0是自密集 我们前面证明了 我们前面证明了P0是B的 现在又证明呢 证明了P0是自密的 那么这就证明了呢 P0是完备集 好 接着呢 我们再给出康特级的 另外一个重要性质 定理2.4.2 康特级P0的基数是C 我们证明这个定理 我们分成以下几步 看第一步 我们用三级位小数 来表示G0中的点X G0是康特余级 那么这个三分之一 这个开区间 当然是G0中的了 那么这个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这个开区间中的 一点X 用三级位置小数表示的时候 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X等于0.A1A2A3 其中呢 这个AI 可以取0 1 2 但是 因为你这个X是在 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那个开区间里面 因此这个A1 一定是等于1的 而区间的端点 就是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 就是去掉那个开区间的两个端点 有两种表示 这个三分之一可以写成 这个三分之一可以写成 0.100 也可以写成 0.022 以后呢 全是二 三分之二可以写成 0.122 以后呢 全是二 也可以写成 0.200 以后呢 全是零 好 接着往下看 我们规定 只取不出现数字一的这种表示 这时呢 从01B区间中 去掉 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这个开区间 那就是呢 从01B区间中 去掉 用三件位小数表示的时候 第一位小数 必定是一的那样的点 而且仅仅去掉这种点 好 接着再往下看 那么去掉这两个开区间的时候呢 就是去掉九分之一到九分之二这个开区间 和九分之七到九分之八这个开区间中的点的时候呢 就是从01B区间中 去掉 用三件位置小数表示的时候 第二位小数 必定是一的点 而且 也仅仅是这种点 好 以此类推可以知道 从01B区间中 去掉G0 就是康处余己了 就是去掉那些个开区间的病 那么就是呢 从01B区间中 去掉 去掉哪些点呢 用三件位置小数表示的时候 至少有一位数字是一的这种点 余下的点 都是属于康夺基P0的 那也就是说 P0中的点 康夺基P0中的点 用三件位置小数表示的时候呢 永远不出现数字一 好 这是我们这个定理证明的第一部分 我们来看第二步 现在来证明呢 康夺基P0的基础是C 我们设 我们设 01B区间中 用三件位置小数表示的时候 不出现数字一的点 所组成的集合为 E 用E来表示 那就E中的点呢 是由这样的X组成的 X 表示成无限小数的时候 各位的数字 AK 或者等于0 或者等于2 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定理证明的第一步 可以知道 康夺基P0 和我们这个集合E 是对等的 好 先往下看 我们设呢 全体二件位无限小数组成的集合 为 用D来表示 D呢 是由这样的X组成的 X中的X呢 是无限小数 这无限小数中的 各项 DK 或者等于0 或者等于1 好 接着往下看 那么由第 由第四讲 由第四讲中的定理1.4.7 可以知道 D的基数是C 因为这个定理1.4.7 是什么呢 就是二件位小数的全体 基数是C 我们当时是这么说的 二件位小数的全体 基数是C 二件位小数呢 分为二件位有限小数 和二件位无限小数 二件位有限小数呢 是可列的 它的基数是连续基数A 因此啊 因此啊 二件位无限小数的全体 基数也是C 也就是D的基数是C 好 按照D和E的定义 D和E中的点呢 都是无限小数 区别在哪块呢 D中的点呢 它的无限小数的各个数字呢 不是零就是一 而E中的每一个无限小数 出现的数字呢 不是零就是二 那么 我们把E中的啊 每个元素 每个元素代表的是个无限小数了 当AK等于二的时候 我们都改为数字一 这样就得到了D中的元素 而且这种对应关系 还是一对一的 也就证明了 这个集合E和D是对等的 刚才我们说了 D的基数是C 而E和D最等 从而E的基数呢 也是C 我们前面又证过了 康托基P0和E是对等的 因此证到了 P0的基数 也是C 这一讲呢 主要讲了两个问题 一 介绍了点击间的距离 给出了距离可达定理 2.4.1 和隔离性定理 就是定理2.4.3 还给出一个重要的例子 康托基 康托基呢 是一个完美集合 而且不含任何区间 因此 康托基合呢 还是个输朗基合 所以输朗基呢 就是这个基合的 B包没有那点 康托基合 是从01B区间中 去掉可列个 互不相交的 开区间 以后剩下的点 组成的集合 而去掉那些个 开区间的总长度 恰好是1 那么粗略地说呢 康托基合 是没有长度的 下一张中 我们会证明 康托基合的 测度为0 那么康托基合的 基数还是C 也就是说 康托基合 能够和01B区间 是这等的 康托基合的 这种性质 在直观上 是难以想象的 正是由于 康托基合的 这些奇妙性质 使得它在以后 许多问题的讨论中 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好 这一讲呢 就讲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这些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